金華城案不斷延燒 沈慶晶 應曉威都成被告 頭號柯黑往事件斷言 下一個要面對的就是柯文哲 那這查下去當然一定會 柯文哲一定要面臨要被約談 這是一定的 因為你就是當時的台北市長 就是你親簽這個案子通過的 而且很多包括都委會的開會 那各局處還有現在的彭聖生副市長 也都承認了說當時這些會的促成 都是你柯文哲下達命令的這個事情 柯文哲勢必要給社會一個交代 永遠貓膩魔鬼的細節 都是藏在看不到的東西上 柯前市長除了便當會接觸到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以外 他跟沈慶晶難道都沒有私下的接觸 那至今柯文哲也沒有公開答覆過 你有沒有去過這個 威京旗下的這個著名的豪宅 桃竹影員 不分懶綠質疑升起 優俗會斷言 檢調破天荒 逼分43路大搜索 顯然掌握充足證據 以名嘴甚至直指 柯文哲4300萬買商辦 就是案情發展的關鍵 到底柯文哲是不是真的買的 這一間房子 現在他講的是說我用4300萬買嘛 那到底有沒有金流嘛 拿出來嘛 柯文哲有沒有那個匯款的憑證 把存折拿出來 該不會這4300萬也不是柯文哲出的錢 有可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要證明說這個錢 真的是我出的 你就是偷偷摸摸要欺騙社會大眾嘛 那你也欺騙了你自己的當 那這樣子的作為 當然你這已經是社會性死亡 政治死刑 隨著檢調偵辦 金華城案會不會成為壓垮 柯文哲的最後一根稻草 或許很快有答案 民視新聞 照顧報導